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又来到了云顶 然后半山这里 蓬莱先进 今天我们要去清水云 然后很多人就问我啦 就现在云顶能不能上 其实到现在目前为止是还不能上的啦 除非你有幸 然后刚好我们是有幸 我们上来这里办公 所以就顺便上来这里拜拜 顺便跟大家补一个坑 就是上次我们没有讲到那个四大这样的故事 ok 我们现在过去一下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未公开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面点订阅顺便按铃铛过后 可以在上面的加入键点下去 每一个月10块钱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如果你是iOS用户的话 可以等到片尾画面出现了过后 在这个方格点击加入会员哦 这座在巴汉云顶办上的清水园呢 是当时云顶的创办人Dansri Dattu Seri 领悟通 也是我们熟悉的Uncle Lim建成的 他的祖迹是来自于中国福建蓬莱乡 在中国福建蓬莱乡那边的清水祖师 是当地的信仰神 所以Uncle Lim从小就很崇拜清水祖师 有一个传说是讲Uncle Lim发家致富呢 一般也是靠到清水祖师的指点 所以他在建云顶的时候 在半山的地方有一块岩石处 他就看到这岩石地 就很像中国福建蓬莱乡那一边的清水祖师祖庙 所以他就在半山这个地方建了蓬莱仙境 也就建了清水延庙 以概念清水祖师对他的恩典和忽悠 相信大家都对清水祖师不陌生 在之前的影片我就有讲过他的故事 不过今天呢我们来完整梳理一下清水祖师的事迹 清水祖师他的书名叫做陈昭印 也有讲法是叫做陈朴竹 他是在宋仁中仅佑四年 也就是公元1037年正月初六日生于福建枯山 祖师从小的时候呢天赋异禀佛古佛星 他的记忆力惊人医学精湛 时常未明治病 祖师以利人寄屋为怀 救苦福困 每次逢来将遭遇到很大很大的汉灾的时候 清水祖师会设谈其语 而且每次其语都会天降感灵 他每次都以脱坡的方式来去跟广大的三星们结缘 甚至有时候还会救济贫苦孤寡 而且祖师每次都会传授佛法教义 来去度化一切众生 百姓们都把他当作为圣人将士 所以当地蓬莱乡的百姓都发愿 要为清水祖师建议做他修行的道场 祖师有一次就到了一座山上 就看这个岩石非常非常的好风水 而且他的泉水非常非常的精彻 所以就决定在这个地方作为他的修行道场 并且命名为清水岩 祖师就一直在这个地方修行 一直到宋建宗晋国元年 也就是公元101年的5月初三日 在此作画圆祭 在清水祖师作画圆祭过后呢 就频频的显灵 并且也时常显灵帮助于百姓 这件事情也受到了朝廷的重视 并且呢 测封清水祖师为招应广会实际三立大使 而且在过后的日子里面 也受到了宋朝廷的四度测封 直到现在蓬莱祖殿的香火依然旺盛 甚至还有传闻里面的清水祖师法像 是依照清水祖师生前的样貌打造 所以我们每次去到银顶的清水园 我们看到清水祖师的法像呢 其实跟中国的也是差不多一样 也是依据清水祖师生前的样貌所打造的 如果你对于生活上有任何疑问不解的话 你也可以尝试向清水祖师求签 云顶半山清水园的签示呢 我也可以讲是满零一下的 甚至你今天来的目的 又或者是你没有讲出来的事情 签示上面都可以得到解答 至于准确率 我觉得是高达70% 可以看得出哦 现在啊因为没得跨走的关系 所以总是这边是很少人 不然的话平常是很多人 然后刚刚也是拜拜了 我现在有个皮球圈啦 就希望我的东西可以顺顺利利哦 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下面 它的四大将来一边 我们来解说一下 为什么有四大将 这一个它的护法的存在 现在在我后面呢 就是在这一个清水园下面的四大将庙 四大将呢也就是清水祖师的四大护法 为什么会有这四大将呢 我们就要讲到清水祖师在中国福建安息那一边的祖庙 清水祖师中国安息那一边的祖庙呢叫做清水园嘛 在以前清水祖师的祖庙啊是一座山 然后这座山呢就有住这四只鬼 因为清水祖师就要在这一座山这里盖庙嘛 盖一座佛寺 就为它尽修之地 过后这山鬼啊就知道了过后就觉得不服啊 因为就在这个地方很久了 为什么我要让地给你 所以他们就觉得 嗯这个清水祖师到底有两把刷子 还是真的是久留的 我要跟它斗法 过后这四个山鬼就和清水祖师斗法 可是清水祖师的法力高枪 这四个山鬼呢就大败而归 过后他们就想到一个阴谋 就是清水祖师呢每次都会在山洞里面打坐 他们就想用那些枯木啊树枝啊枯叶啊 甚至是稻草干草 来去塞住那个洞口 然后放火烧它熏个七天七夜 那山鬼以为清水祖师应该是死了 那你知道他们开洞的时候 却发现清水祖师好好的在洞里面打坐 只是脸被熏黑了 这四个山鬼就从此心服口服 就臣服于清水祖师 清水祖师也就把他们收为护法 作为看官三门的四大将 而这四大将也有他们自己的姓氏 有人讲是张皇疏理 也有人讲是赵王疏理 不过根据安息祖庙的记载呢 是第一种想法啦 大殿呢就有大宋三宗王 陆秀福闻天乡张士杰 南宋的最后一批文臣名将 然后旁边这里呢 我们就有四大将其中两位将军 可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呢 他就是一个文臣一个武将的形式 在旁边这里呢 也是一个文臣一个武将的形式 他们的脸呢就很像是那种山鬼形象的 旁边这里呢就有顺丰尔跟千里眼 至于顺丰尔跟千里眼的来历呢 我也有做了一些剖析 在不久的将来我会放在频道会员啦 所以基本上今天的影片就这样子而已啦 就是只是要弥符这个缺陷 补这个坑而已 就是跟大家讲啊 为什么清水祖师在那边是大家 然后也是同时跟你们普及 更多更多关系到清水祖师的故事啦 所以如果喜欢我影片可以订阅分享按赞 OK 下次见 拜